来小脚家了 瞎说来拿他东西了 欢迎哥哥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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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看一下 我现在去看一下哥姐们 昨天来找小小 找嫂子 还钱那个男的 那个就以前那个小混混嘛 又来了 说 要去小小家拿到什么东西 要去小小家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来看一下 我现在去吧 我现在去吧 哥姐们欢迎你们 欢迎所有兄弟直播 哥姐们 欢迎你们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哥姐们 一起去看一下 什么情况 哥姐们好不好 昨天来找嫂子 还钱那个 帅哥 那个兄弟啊 说是这么晚了又来了 说要拿他什么东西吧 拿嫂子这么多东西 说要拿什么东西 哥姐们一起点点赞 哥姐们点点赞 点点赞好不好 哥姐们点点赞来 点点赞哥姐们 我不找 不知道 开门 开门 兄弟 你怎么又来了 我昨天学了 我要来搬东西 你来这么晚 白天 我白天 我等你那么久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呀 我白天又没事的 开门 你拿个 你背个背笼 你要干嘛嘛 我昨天说了 我搬东西 你不还我钱 我只要搬东西 那啥子没东西 你来搬什么嘛 兄弟 兄弟你不要掐了 他们肯定不会给你开的 小小 对不对 你不要管我 你开门 你要找嫂子 给你钱 你白天来嘛 你这么晚 你还来 你弄得小小 又给我打电话 说你来了 你来了 你还不还我钱 我只能是 对啊 这么晚了 都忙了 十点了 你说我在茶里面 我也特别忙 还不还我钱 我只能 我会翻 我天天来 我天天晚上来 我真的到家 都水不出口水了 你 你那个 你那个 你昨天不是说 今天白天来吗 我白天来 等你 你又不来 你这么晚 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 对 你找 我知道你来找 拿钱 你白天来吗 你这么晚 你来干嘛 关你一小子吗 晚上来 我白天我有事 肯定关我的事 你不来的话 我现在还在产里面 你说你来的话 我在产里面 我都待不了了 白天机也有事 我又有事 我今天 你你你你 你昨天晚上 你说你今天来得很早 你说比我早 所以说我 所以说我 我我我我今天 我来得很早 我来得很早 哎呀我真的 开门哦 还我东西 还我去 我还我去 我还你手东西 找着你出来吗 我昨天门了 我给你来 你昨天闹手 什么哦 我昨天闹 我给你来 你故人不乐 来哥姐妹 打一波支持 来哥姐妹 打一波支持哥姐妹 来 心情之外 哥姐妹 打不支持 来 把站点到一万 好吧 你你这样子吧 你你回去吧 你 我回 晚上 我回去 你要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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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找 找这要求 你白天来吗 你这么晚来干嘛 我就是晚上 我才压倒 你晚上来 你也拿不到 你拿得到吗 我只能 大家都睡不着 你要只能 大家都睡不着 反正 我今天晚上来 你每天晚上来 你也拿不到 你这样 你不是坑我吗 兄弟 打开门 我不要抢了 我给你抢了 换钱啊 兄弟 你你这样子 你是在坑我 你知道吗 我坑你啥子哦 你坑我什么 你说你这么晚来来 想想给我打电话 你这么晚来 想要给我打电话 你说我来还是不来呢 你来不来 与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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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忙 你让我这么大 你让我这么大 你让我来找我 你让我啥子 我真的 我都扶你了 我真的 我真的 我都扶他了 这么晚了 小小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男的来找 找找找嫂子拿钱 找嫂子拿钱 说要拿 说到要说 说他拿了个贝罗 背了个贝罗 要拿他什么东西 哥姐们 你们说我来还是不来吗 啊 我来还是不来吗 这么晚 挺忙的 是不是 你白天你又不来 你这么晚 你来来 还钱啊 我真的 我都服了 你现在穿的光线 连你呢 你说没钱的 那我行吗 我看你就是有钱 不想还 丁哥 啊 你在外面吗 我在外面啊 我开了 你不开啊 我也不知道 你开不开 你开的话 这个他肯定要拿 肯定要进来拿 拿东西 那你说开不开吗 我想让你进来啊 你不要让我进来了 你不要让我进来了 这个兄弟 他背了一个贝罗 肯定今天晚上 要拿东西拿着走 不拿东西 他肯定不会背这个贝罗 哥姐们 要不要叫小小开啊 哥姐们 要小小开 打个开 小小说 要门开了 放我进去 我真的 我真的 叫嫂子 把钱还了算了 对不对 我都叫嫂子 把钱还了 他嫂子说了 没有钱 怎么办嘛 你今天穿的光线了 你这 今天穿的光线了 今天穿的没钱的 我都说 嫂子把钱还了 你看嘛 今天又来了 晚上这么晚而起来 快 现在都九点半了 想要九点的 快九点 收工 打电话 我开了四十分钟车 到了这里 你弄的 兄弟 你这样做 你有点不厚道 我跟你说 他欠的钱是不厚道 他欠的钱是不厚道 但是你对我也不厚道 这么晚 我晚上我也挺忙的 你说你来了 想想给我打电话 你说我来还是不来吗 关无啰嗦 我自罗姓 我昨天我说 傻子说 让我借钱给他 把它还了 你们又不同意 你们又不同意 我把钱还给这个人 你说这个怎么弄吗 啥子 啥子 你有没有钱吗 你有钱把钱还给他吗 那你没钱 那你说怎么弄吗 你这个 我叫你当时不要拿 每次我 每次我跟你说 让你不要拿别人钱 不要拿别人钱 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吗 来一千五百一哥姐们 没点赞 点点赞 好吧 第一次来我直播间 没点关注的 点播关注 没点关注的哥哥姐们 点播关注 点点赞 好吧 没点关注的哥哥姐们 第一次来直播间 没点关注 哥姐们 点播关注 他啥子说 他没有钱 我说借钱给嫂子还了 你们哥哥姐们又不同意 嫂子欠了钱吗 他 就是以前嘛 这个你们认不认识啊 这个就是以前那个小混混 嫂子收了他八千块钱的定金 说把小小嫁给他 现在小小不同意 然后我把他这个兄弟的父母的工作 也做通了 现在人家来说要 要收了八千块钱回去 要八千块钱拿回去 我开门了哟 你随便你开不开 反正你要自己那个 这个帅哥肯定你开门 他肯定要去哪里东西 说都不用说 想都不用想 开不开 那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肯定要还 肯定要还 我都跟嫂子说了 你肯定要还 打开 你说你没钱的 还穿新衣服 小小的新衣服是我给他买的 我给他买的 你买的我买的 小小的新衣服是我 我跟你说 小小的新衣服是我买的 你不管你要钱 要怎么样 你不要冲小小吼 好不好行不行 你找那个红衣服的 你找嫂子来 我昨天晚上 你还关心两年 你还没钱的吗 你 我买的关心两年 我这衣服是十多年衣服了 还做光纤两年 啥子你还给他吗 还给他吗 你还给他吗 你说你这样子不还 你说你们两个人 你你你你你清静吗 这个小伙伴每天 整天就来 整天就来 就来守着你们两个拿钱 你这个事情 你来解决吗 你来解决吗 啊 你刚刚说什么 你拿钱还 来1700位哥姐们 他啥子说让我拿钱还 哥姐们你们觉得 要不要我我我 我把他还了吗 哥姐们 要的打个要不要打个不要 我给你说了 假假的新衣服是我买的 现在天气冷了 我给他买的 你不要找他 要我还了打个要不要打个 不要哥姐们 来1800位哥姐们 没点关注点播关注 点点赞分享 怎么接点播关注 点播关注 你说怎么弄 那啥子 我没钱的 你说你这样 你你你你这样 你这样 你这样 白天他来不了 白天我我在这里 他拿得了吗 你说你这样 你弄得小小 小小给我打电话 我不来 那你说你这事情怎么处理吗 你跟我说 你来了就能处理了吗 你处理好 最起码我来小小是不能受欺负的 那我欺负他吗 他刚刚不是冲小小吼吗 说他穿新衣服 他背来就穿了新衣服 你看他全身小的穿农心 这是我给他买的 新衣服 跟你们人和这都没关系 那你这个事情 那啥子 你你你你你 把钱还给他吗 你 我没钱的 你叫你老公拿吗 对了 还你拿工了 我老公肯定没有 他他那么辛苦 在那宫里上 我才不会让他买 哎呦 你看你这个人 别人 你你你老公赚的钱就辛苦 别人赚钱不辛苦 我赚的钱就不辛苦 我赚的钱是捡来的 我说让他老公 让他老公把这个钱还了 给钱 他说老公在宫里上 然后赚钱特别辛苦 说老公赚钱特别辛苦 然后说舍不得让他老公还 哪有这样的人吗 哥姐们 来2200位哥姐们 第一次来直播 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第一次来直播 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好吧 点点赞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新衣服 那是我自愿给他买的 而且我给他买直播 这些哥哥姐姐叔叔 他们也同意 他们也喜欢 对不对 对不对 还钱 对不对 那我给他买的是 我 我要给你还 帮你还 或者说寄钱给你 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不好 那你寄给我 帮忙 寄 哥姐们要不要寄给他 你寄给我 帮忙 好